心臟是人體的發電機 長時間不斷地用 始終會有耗損的一天 如果病有心衰竭的時候 去到最嚴重的話 可能甚至會絕死 每個人都有機會患上心臟病 而且隨時病發, 令人防不勝防 心臟病有心臟血管的病 或者心臟功能 或者心臟心反的病 最新的醫療科技是如何守護心臟的呢 今年10月, 天水為一個43歲的男人 在早上跑步的時候突然撤死 同一個月, 小西灣一個45歲的男人 在體育館打籃球的時候撤死 同年11月 一個48歲的電視台導演昏迷在廁所 送院後證實不治 他們也有很大機會是心臟病發 心臟是人體主要的器官之一 這個器官非常脆弱 而且很容易會病 只要生活習慣差點 或者飲食習慣差點 心臟病也會隨時發生 不過幸好, 香港有世界上頂尖的 心臟治療技術和團隊 全靠他們守護著每一個心臟病人 才可以讓他們避過一個又一個的危機 心臟病是香港第三位都市病殺手 其中大部分都是觀心病 2012年, 心臟病死亡登記人數 是六千二百多人 比十年前多一千人 證明心臟病死亡人數逐年增加 有研究說工作壓力大的人 特別容易患上心臟病 加上生活習慣差的人 心臟病病特別容易出問題 心臟病本身是一個器官 它本身需要養分, 需要營養 當這些血管有問題的時候 心臟病的功能開始會差 通常病人會開始有心狡痛、心狡藝痛 走路時會氣喘 到很嚴重的時候 心臟病會長期不夠血 供應給它的情況 2012年, 65歲以上 已登記死於心臟病的人 有五千多人 而45至64歲的就有八百多人 因為心臟病發而死的人 近年有年輕化趨勢 跟過去十年比較 35歲或以下的病人增加接近五成 甚至有24歲的年輕人 要接受通波仔手術 即是年輕人的生活習慣越來越差 心臟功能就會慢慢地衰退 這就是我們心衰竭的情況 當病人有心衰竭的時候 心臟功能越來越差 病人的體力就會慢慢下降 到最嚴重的話, 甚至會絕死 而高納因就是要在他們的情況 還沒到最壞之前 將他們的心臟變回正常 五十歲的李先生是一個地盤工人 亦是其中一個比較年輕的心臟病患者 李先生一向從事體力勞動 五年前幻想了觀心病 身體越來越差 走一點路都會喘氣 經常做事都要躺下來 休息一段時間 雖然患了觀心病 但他依然沒有改變他的生活習慣 譬如經常煙不離手 又喜歡喝酒和吃完肥肉 其他人勸極他也不聽 平時沒說要做運動 久而久之, 心臟的負荷越來越大 觀心病其實是血管慢慢閉塞 血液的膽子上會慢慢積在血管的牆壁 這些血管就會慢慢由少許塞 變得多一點… 去到一個地步 血管就不能再被血液流破 當你做運動的時候 當心臟需要多點血的時候 這些窄了的血管 就供應不夠血給心臟 所以就會有心臟不舒服 人的身體裡有很多血管 每個器官都是靠這些血管 輸送血液和營養 而心臟就是靠三條 冠狀動物來輸送血液 當人的年紀越來越大 血管慢慢沒有彈性 脂肪就會積聚在這裡 冠狀動物一旦塞住 血液流通不了 心肌組織壞死 最後出現心衰竭 這樣就會有生命危險 李先生這天遇上在地盤開工 就在他工作的時候 突然心臟病發 胸口痛得很厲害 而且還不能呼吸 其他同事馬上叫白車 送他入急診室 你把車子過來 李先生的情況非常危急 不過幸好在黃金六小時之內 送到進醫院 黃金六小時之內 就是一個界定 如果我在六小時之內 可以盡快和病人通過波仔 救回心臟的機會就越來越高 如果大部分病人 如果有急性心臟病發 他也應該馬上去醫院 如果一踏入醫院的門口 是一個小時內 可以幫病人通過波仔 那就聚你理想 每間醫院都有專門做 通波仔的手術室 利用最新的醫療科技 醫生在通波仔的同時 可以看到病人身體內的情況 確保毫無差遲 這個就是我們的X光肌 做深度管手術 或者深度管心板手術的時候 病人就會躺在這張床上 頭就會在這一邊 這個X光肌 就會照到我們心臟血管 或者心臟心板的情況 在我們的模特兒 會有一個生命的照片 高納因即將會在這個手術室裡 為李先生做通波仔手術 而這個手術需要用到的深度管 腸道足以由大腿通到心臟 這條就是我們的深度管 我們通常會經手管 或者在大腿的動脈 反方向經血管, 去到心臟 經到心臟 我們的觀心動脈的口臟的時候 有時候用這條鋼線 就像一個Railing的系統裡面這樣做 我們就可以穿過一些氣球 或者支架 跟著這條鋼線 去到心臟血管那裡 就做一個心臟血管狡猿的手術 通波仔手術 通常都由兩位心臟科醫生 和一位護士負責 而病人只需要局部麻醉 醫生首先將導管經大腿動脈 去到心臟血管 然後將一條鋼線 穿入條道管 醫生會透過X光顯示 在有問題的地方將氣球擴充 撐開收窄的血管 然後放入支架 令血管不會再收窄 你看到這個就是我們的支架 你看到現在暫時是一個收縮的狀態 但是中間會有一個氣球 將這個氣球漲大的時候 這個支架就會撐住血管 讓血管就會通過 支架的作用就是在通波仔的一個短暫時間 讓血管會收縮 過了一段時間的話 其實支架就會失去它的作用 但是那時候的技術 只有鐵就會永遠留在血管裡面 鐵的支架就是最常用的 所以其實這麼多年的經驗 都看到鐵的支架 其實它的功能都會好 但是也有一些小處的例子 譬如說鐵支架會惹到一些血塊 在血管裡面 或者鐵支架令到血管實在太硬 它沒有了柔軟度 長遠來說對血管可能不是那麼好 而最新的科技 連最微小的危險都可以避免 這個模型 就是這些支架放大了的形狀 你看到譬如說 這個就是所謂我們的金屬支架 這個另外的模型 就是我們的可溶性支架 可溶性支架是最新的技術 在兩年之後 這些可溶性 即是支架本身的材料就會失敗 就算可溶性支架溶化了 但是血管已經用兩年時間撐開 不僅解決血管閉塞的問題 更加避免鐵支架所引起的風險 包括高納因在內 醫護人員不斷努力 不僅減低通波仔手術的風險 對於更嚴重的心臟搭橋手術 都有儀器可以令病人更加安全 其實搭橋手術是一個外科的手術 病人會全身麻醉 就會經一個體外循環機 把血液留在這部機身上 保持住生命 然後胸口、胸骨會戒開 把心臟停頓 用冰水冷卻 牽涉到開胸、停止心臟 所以心臟搭橋手術風險更加高 通常會用小腿皮下的血管 有時都會用手腕動物的血管 或者用胸口後面的血管去探索 然後就做一個擾導的方式 把塞了的部分擾導 令下游的血管就會有血液 每一個高風險的心臟手術 無論對病人 甚至醫護人員都是很大壓力 可以的話 沒有人會想走這一步 而新科技 正正就是要避免危險的發生 七、八十歲 心反腦化 令血液倒流 腎一頭暈 隨時搞出人命 這就是我們導管的人工心反 稍後回來 看看最先進的心導管手術 如何用一個金屬指甲 四塊豬的心反 令心臟病人起死回心 有研究說工作壓力大 長期生活緊張的人特別容易患上心臟病 可想而知 生活習慣絕對影響心臟健康 不過就算你多注重健康也好 千萬別以為心臟病與你無關 因為心臟病有很多種類型 有先天性原因 心血管、心反膜問題 高血壓等等 很多在病發前都是沒有先兆的 到發現的時候, 已經太遲了 七十八歲的黃白是其中一個典型 老年心臟病的病人 他吸了幾十年煙 肺功能非常差 最近不知道為何整天咳嗽 走小路都很容易氣喘 胸口又整天吞吞吞吞吞 還會突然頭暈 連站也站不穩 黃白以為自己因為吃得多煙 所以令身體不舒服 不過後來入院檢查 才知道情況並不是那麼簡單 如果我們跟病人檢查的時候 聽到心裡有雜音的話 我們通常會跟病人做基本的檢查 例如X光檢查 心電圖檢查和血跌檢查 如果這些檢查顯示 心肺可能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會叫病人做超聲波檢查 超聲波會替我們看到心臟的功能 心臟的大小 以及心反開和生的問題 這些影像就會讓我們知道 心反會不會有什麼閉塞 或者導流的問題 例如這個病人的超聲波影像 你會看到中間的大動物心反 正常會有三塊心葉 每塊心葉都很薄 開和生都很順暢 這個影像你會看到 三塊心葉現在變厚了 蓋化了, 還有開不了 正正這就是大動物心反閉塞的情況 心反, 是控制血液流出流入心臟的活塞 心跳聲, 就是心反一開一合的聲音 其實心反的功能在心臟 就令到血液可以向一個方向走 就不會鬥回頭 心反開的時候, 血液就可以向前走 血液想向後走的時候 心反就會關掉, 就避免一點 心反狹窄就代表心反開不了 所以血液就不能經過心反流出去 心反不存的話 就代表心反不能關掉 血液就會向後倒流 傳統如果心反有毛病的話 就一定要用開刀的手術 也像搭橋手術一樣 也要全身麻醉 病人也要把心臟停頓 然後把壞死的心反修補 甚至割出來 用一個人工的心反進去 醫生向枉白講解了手術的風險 首先考慮到傳統的開胸手術 不過, 好像枉白這些廢功能太差的病人 害到會有很大的風險 於是, 高立恩醫生 就決定進行微創手術 希望對枉白的創傷減到最低 而最新的微創深度管 換心反手術, Tafi 也讓香港深度管手術的技術 邁向另一個高峰 導管的心反手術 我們叫做Tafi, T-A-V-I 就是在2010年來香港 這個就是導管的人工心反 裡面有四塊豬的心膜 而聯繫成模擬一個人體的大動物心反的形狀 你看到其實在下面看上去 就是一個關掉的狀態 你看到外面的鐵網 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金屬 用來一些記憶金屬 這個記憶金屬的用處 就是如果放在冰水裡 我們可以將這個心反 變成一個很幼很幼的管狀 就可以經過一個導管的形式 放進心肚頭 當它接觸到體溫的時候 它就可以變回正常的形狀 大部分心導管手術 都是將支導管由大腿血管伸上去心臟 而枉白這次也不例外 大腿的位置其實傳統上是最方便 我們做手術的位置 這條動物在大部分的病人 都起碼有六至七個厘米 所以我們就變成有空間 可以放一個粗的導管 但有些病人如果大腿的血管是閉塞 或者是一個肚子裡的大動物 其實是有窄的話 我們就可能有時會經過 在鎖骨下面的一個血管 或者甚至是直接進去的大動物 在胸骨裡做一個很小的傷口 這樣放進去 Tafi微創換心肺手術進行的時候 病人會全身麻醉 醫生會將一條六至七mm的導管 從右邊大腿的大動物伸到心肺 然後將人工心肺放在正確位置 當它接觸到體溫 它就會自動張開 由這一刻開始 人工心肺就會放在原本的心肺的位置 代替了原本心肺的功能 當血液流過的時候 人工心肺就會一開一合 自動調節心臟血流量 其實每一個心肺在心裡 每一分鐘都調動 這些心肺都會退化 經過可能大約八至九年的時間 這些心肺就會退化到一個地步 它原先的功能就會失去 整個手術只用了兩個多小時 做完之後 身上幾乎見不到傷痕 一個星期之後 枉白完全康復 又可以過正常的生活 雖然枉白知道自己 可能十年左右就要再換多次心肺 不過仍然會好好珍惜新的心肺 帶給它新的人生 整個心裡面都是血 治療心臟病的手術 無論是開刀還是微創 都是一項相當高風險的手術 萬一有少許差錯 都會令病人失血致死 在心臟手術的手術過程裡面 醫生除了要細心之外 他們每一個動作都要非常小心 因為在心臟附近 有很多重要的器官和組織 如果弄到它們, 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守護到病人的心臟 就等於守護到它們的生命 醫生除了治療病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環 其實應該要給病人好多正能量 所以你令病人有信心 令病人有開心 變成病人會快點好 做了心臟科醫生這麼多年 高立欣經常都要面對 心臟病突發的病人 當中有救得回, 亦有救不回 某個程度上 每個醫生都有一點麻木 對心臟病 但幾年前我遇到一個病人 他剛退休 他亦在專誘桌上工作 所以他的工作 一年多個月基本上都不在家 他在退休時 他很不幸, 有急性心臟病犯 入到醫院要搶救 要做安全通過手術 甚至還要洗身 最後就是救不回來 最深刻的是 是太太進去時就跟病人說 你不是說退休後會帶我去旅行嗎 你不是說退休後會照顧我嗎 這一下子就真的很心酸 因為一個病人的離去 令高立欣原本已經麻木的心 重新振作起來 從此之後 他更加希望以速度救活更多病人 甚至向不同的人宣揚愛惜心臟的訊息 部份已經是水中心臟病人 可不得是性動物 所以我也要用膠帶去旅行 他不會用膠帶去旅行 他是上班的 他不會用膠帶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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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已經不能夠生存 連話都還不懂得說 疑科醫生怎麼跟小朋友溝通呢? 疑科醫生不喜歡做醫生婆 因為醫生婆很多時候會嚇倒小朋友 下一集, 守護BB心臟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